隨著新州地方政府選舉將近 雪梨市市長候選人Sam Yanieri大膽提出 在市中心商務區免費乘搭電車的倡議 作為10個市長候選人之一 他計劃憑著這項競選政策 向現年78歲已經在位20年的現任市長摩亞作出挑戰 面對競爭對手的強勢出擊 摩亞繼續呼籲放寬規定 包括允許草物搭火車、入車站 提供24小時交通服務 和擴大學生優惠 同時針對多元文化建設 摩亞在唐人街的主戰場上也有重點策略 中國城市市市市場受疫情很嚴重 疫情出現疫情 我們有很多月的工作 我們有計劃 這裏是44億美元的計劃 我們會重新進行公司的工作 我們會提供公司的工廠 提供公司的工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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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論未來的結果如何 民眾都有意見 向這座城市的未來掌桌人表達 車輛的工廠很慢 我們可以靠近這新的政府 和公司的工廠去改善嗎 9月7日起 新州地方政府選舉就會開始提前投票 如何進一步維護當地華人社區 或者將會成為左右競選結果的重要一環